根據美國著名的兩位經濟學者 2012年的一份研究裡面說 大灣區若果要實踐inclusive institution 是致力改善個人的權益 並且在政治上做好分配權力 建立到制衡 大灣區就有希望邁向繁榮富裕 相反 若果大灣區裡面的經濟利益 政治權力都是一少數的掌權人把持 這種叫extractive institution 大灣區就必然走向衰敗 各位大家好 我是姚重嚴 幾天前中國國務院發表了 所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 我以下就簡稱叫綱要 其中是強調香港的國際化優勢 目標是打造香港成為 具有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 綱要求香港帶大灣區走出去 日於言表的 譬如第三節裡面直接這樣寫 他說依托 港澳的海外商業網絡 和海外營運經驗優勢 推動大灣區聯手走出去 在國際產能合作 之中發揮重要的引領作用 亦都說發揮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 為內地的企業走出去 去提供投資和一些資訊的服務 港澳裏面要求香港帶大灣區走出去的內容 虎拾佳示 換言之 香港是要長期保持有別於大灣區其他城市 要保持國際化優勢才是港澳的真正戰略 可惜香港的特區政府 尤其是特首 對於港澳的真正要求視而不見 而且對大灣區發展的視野 非常之狹危 近日大部分的官員回應 都是關於香港人 可以怎樣走入去大灣區 去享用各項的優惠 更加是說要把握機遇 蘇州過後沒有艇搭 來形容這次干擾所給予香港的所謂的好處 他在2017年10月的發表施政報告 更加是提到有關香港政府在大灣區的發展規劃裡面的角色和目的 除了促進各地交流之外 其餘各項全部都是關於怎樣走入去大灣區的計劃 裡面是忽略了剛要強調香港的國際化優勢 是怎樣帶大灣區走出去這個要求的 譬如大家可以看立法會的一份文件裡面提到 香港政府在2017年的12月 就表示已經向國家的發改委反映了 說在香港所收集到業界和相關委員會的意見 是包括改善稅務的安排 推行便利港人和車輛進入大灣區的措施 和降低不同專業界別在大灣區執業 或者提供專業服務的門檻等等 同時政府也提及到怎樣為港人在大灣區提供便利 香港人有更大的誘因 去到大灣區就業、創業和發展營商 相關的發展空間等等 這些內容意見 全部都是怎樣走入去大灣區的意見 而沒有反映到怎樣去運用香港的特色 促進大灣區走出去的 反映這些官員和被諮詢的業界 或者委員會都是自我忠心 只是立刻想怎樣去大灣區拿著數 而沒有思考怎樣落實到帶大灣區走出去的要求 第二方面 江耀表面上就說要鼓勵合作分工 減少資源重疊 有互保優勢 但是如果你細節看江耀的內容 其實是講一套做一套的 譬如我用航空交通為例 江耀裡面竟然又容許城市之間惡性競爭 又支持香港興建三跑 但是又支持澳門機場改擴建 更加支持廣州深圳等等的機場改擴建 又支持廣州新機場的研究工作 本來區域化 你就應該是要直接減少他們那些惡性競爭的 減少造成浪費 但是由於大灣區的規劃 剛耀竟然是容許幾個直線距離 都不超過150千米的城市 就有四個國際機場都在擴建 是沒有任何的合作機制的 那就互不相讓惡性競爭 其實人人監機會在2015年就做過分析 如果是一個這麼小的空域 互相競爭 令到效益降低 最後只會是得出一個惡果 這樣的大灣區規劃降遙 鼓勵各個政府各自為政 惡性競爭 未能夠以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戰略角度 來考慮區域航空設施的互保優勢 似乎香港人花了2千億港元 去興建的第三條新機場跑道 不單止破壞生態環境 相信效益和回本期都成為疑問 相反當提到融資工作 就全部的責任都交給香港 剛耀是沒有提到其他城市擔當融資工作 譬如支持香港的機構投資者 在大灣區 用人民幣去投資香港資本市場 又說投資境內的私募基金 可以是投資創業的投資基金 都用離岸人民幣去做大宗產品 投資管理工具等等 所有這樣的融資 如果集中在一個這麼小的城市 風險是非常之高的 萬一有人民幣炒家 是追擊港元 究竟香港能不能夠抵禦得到這些風險 香港怎樣去應對這麼巨大的 非本地資金流出流入 對香港引起的金融穩定問題 包括洗黑錢的問題 以及導致資本和資產市場 更加的波動影響民生的問題 區域化和國際化 其實最大的分別 就是制度上高有沒有或一 如果透過區域化 能夠在區內 譬如統一貨幣 法律和社會制度 本來是有助可以減少制度上高的成本 亦都減低相關的風險 可以推動區內更多貿易 但是因為香港是有基本法 一國兩制的規定 香港實施的制度 和大灣區的其他城市 在制度上高的差異是非常之大的 尤其是在法律、管治和社會福利 這些制度上高明顯是不一樣的 除非大灣區裏面就實施香港的制度 否則香港在大灣區裏面的角色 就較為似國際化的多邊協議 而沒有統一的制度 換言之 其實有沒有大灣區的規劃框架 香港都是一如既往地 以一個國際城市的形式 和國際其他地方協作 似乎江耀對於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 並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 最後必須強調 江耀是沒有提出有關大灣區裏面 民主、人權和政治權力的制衡方面的任何規劃的 這種情況就預示了大灣區的規劃 是將會難以成功 因為根據美國著名的兩位經濟學者 阿斯蒙恩和納布森 2012年的一份研究裏面說 大灣區若果要實踐 是inclusive institution 是致力改善個人的權益 並且在政治上高做好分配權力 建立到制衡 大灣區就有希望可以邁向繁榮富裕 相反 若果大灣區裏面的經濟利益 政治權力 都是一小數的掌權人把持 這種叫extractive institution 大灣區就必然走向衰敗 因為特權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 就會利用政治的權力阻止競爭 不利創新 亦都阻礙大灣區的發展 你有意見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